追踪这个喜蟹产品 外销保官也解释,艺人代言的是品牌或产品的形象,对于厂商的屡约争议,消费者应该找厂商负责 追踪被消费者指控,很难退费的喜蟹产品,这是由女艺人柯佳燕代言 会场主持人BS产品代言人柯佳燕,可以,我洗了一瓶了,她已经用完一瓶了 除了代言人这个身份,她说,自己平常就是爱用者,在广告中 产品代言人柯佳燕,平衡每一克禁忌纯白 她的用词是禁忌纯白,很多消费者,冲着柯佳燕的个人形象,采用网络下订单 消费者不满,纷纷在厂商官网,留言大骂诈骗集团 艺人柯佳燕,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产品,推荐给大家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去参与他们,关于销售的部分 这就是他们公司内部的事 但当然经纪人也有帮忙,把网友的留言反映给厂商 希望他们后续能有一个妥善的沟通跟处理 对此柯佳燕的经纪人,还协调品牌,发声明搞澄清 文字写下,目前涌入大量订单,客服未能及时回复 柯佳燕小姐仅负责协助某系列产品的广告代言合作 并无牵涉商品本身订购,及时切割 似乎很怕让柯佳燕个人形象被牵连 消保官,比较像吕月的问题,是消费者需要去跟业者主张 并不是广告的内容,可能没有办法说 我们这些受害的消费者要求说,柯小姐需要连代付那个赔偿的责任 消保官解释,艺人通常是代言品牌或产品的形象,确实需要对广告诉求的功效负责 但如果是消费纠纷、履约争议,这是厂商跟消费者之间的契约问题,厂商必须负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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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